畫面中男子拿起掃把 認真掃地 看起來很勤快 但下一秒卻變成了竊賊 偷走一旁 愛心捐款箱裡的發票和現金 是看他五點來一次 七點來一次 對啊 翻了一次 然後有客人來 還有假裝 按個車牌 啊 到晚了 就假裝掃地 對啊 區出現了捐款箱大盜 監視器清楚拍下 男子將捐款箱放倒之後 從裡面取走發票和現金 而他得逞一次之後 十誰之位又來偷第二次 行徑相當囂張 突然間有一天 移位子 然後後面這個 也被破壞了 對對對 啊 裡面的零錢居然不見了 對啊 所以就感覺怪怪的 就去調監視器 警方調查 大五輪地區一旁的停車場 去年12月30號發生愛心捐款箱召竊 一名男子一天內連續偷了兩次 停車場業者察覺異狀 在案發當天 就立即通知放捐款箱的公益團體 那是三星人士的心意啊 怎麼變成是小偷 要偷東西的工具啊 所以也是造成我很困擾啊 如果常來 搞不好改天你我這個 那個 繳飛機都拆了耶 非常感謝警察廠的業者呢 在第一時間呢 就是有發現偷竊行為 而且報警處理 那也很感謝這些店家呢 都可以一起來協助我們守護這些 在外面的發票箱 那其實呢 偷取發票呢 是屬於公訴的行為 那希望呢 警體單位呢 會依法呢 做處置 近年來呢 發票的捐助呢 年年在衰退當中 那其實如果被偷的話呢 就形同雪上加霜 那創世呢 很珍惜每一張捐助的發票 那也希望呢 在大環境 景氣不佳的情況之下呢 資源又募集 不是那麼容易 那希望說我們的民眾呢 還可以持續的捐助報票 來幫助這些弱勢 基隆市警察局 第四分局到輪 派出所接獲報案 設置停車廠內的 愛心捐款箱 財務召切 警方獲報後 立即派員前往實地查處 調閱監視器畫面 發現犯嫌徒手 將愛心捐款箱放倒後 竊取箱內領遣及發票 目前擴大調閱 周邊監視器 積極偵辦中 雖然嫌犯只得手幾百元 但偷的都是民眾愛心 不該被縱容 目前警方已經展開追查 要把證明捐款箱大到 繩之以法 記者黃少鳴 基隆報導 旨上 誇張